若将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流感化 是否能兼顾经济与生活 台北市长柯文哲观察 美国最近一个月病例数上升 但重症和死亡数并没有像以前暴增 主因是疫苗覆盖率高 所以美国的战略是打了两剂疫苗后 就把疫情流感化 美国、英国跟新加坡的国家战略 就是疫苗打两剂 然后不管字 然后让整个疫情就流感化 也不要去干扰经济 这是美国的方法 我猜啦 如果美国、英国、新加坡、以色列这样干的话 大概以后全世界国家也会这样跟进 所以打疫苗的目的只是 让这个病毒流感化 我想也有道理 我看看 这是美国 我后来把用每个月算每个月的死亡率 从2020年的1月一直看到现在 这个图就蛮有意思的 前面两个月美国Case不多 所以他死亡率也不多 到去年4月5月的时候 你看那时候美国一个月去算 他的确诊者的死亡率也是6.52% 6.16%很高 跟我们台湾目前差不多 我后来去看一看 意大利也差不多是这样 意思就是说你知道 大流行的前一两个月死亡率都很高 因为那个系统一下子遇到一个很大刺激 你知道他还需要点时间去适应 然后等到他 波红过了以后 那系统医疗体系开始适应 死亡率就下降 就下降 大概就维持还一定的稳定 目前台湾新冠肺炎确诊者死亡率偏高 疫苗覆盖率仍在努力 跟美国的情况还是不太一样 所以柯文哲也说 要回到正常的经济生活 必须要缓慢解封 台湾目前疫苗的覆盖率 还不够的状态下 基于防疫与经济要取得平衡 柯文哲希望在疫苗覆盖率达到目标之前 仍要小心谨慎 逐步解封 但依有风吹草动 还是会退回去提高防疫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